大家好,我是西哥梁子 如果你想学习语了解西哥文化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是一个戒词 sing 相当于英文当中的without 就是没有什么的意思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关于这个戒词的具体用法 以及关于它的相关搭配 好,首先我们来看 在sin我们直接加一个名词 它是如何使用的 me gusta el café sin azúcar me gusta el café sin azúcar 我喜欢不含糖的咖啡 对吧 这个地方呢 me gusta,我喜欢 el café cafe sin azúcar 就是无糖的 对吧 一起来修饰这个el café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sin之后呢 我们加的是一个名词 azugar 这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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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an 我们学过 de baja 就是暂时暂停某件事情的有效性 在这里呢 un día de baja en el trabajo 也就是一天不工作 这样子 se tomo un día de baja 也就是说 他一天不工作 sin abiso 然后呢 abiso是警告的意思 通知的意思 然后就是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呢 他休息了一天 所以呢 他就 perdiu ok 他是perde 失去他的过去 第三人称过去是 perdiu un día de suerto serto呢 他是薪资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失去了一天的工资 这是我们学习的关于 sin他的第一种用法 后面呢 可以直接加名词 好 再来看 这个我们直接在这个sin 后面直接加动词 它是如何使用的 se fueron sin despedirse se fueron sin despedirse 他们没有告别 就离开了 对吧 se fueron 他说什么 irse 他的第三人称 富数形式 过去是边位 也就是 他们离开了 对吧 sin despedirse despedirse 是词别的意思 ok 没有词别 他们就离开了 再来看 第二句 no me gusta estar sin hacer nada no me gusta estar sin hacer nada 我不喜欢 无所事事 看到这句话 no me gusta 我不喜欢 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 对吧 estar 在处于 处在某个地方 sin hacer nada 就是不做任何事情 翻译过来就是 我不喜欢 无所事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sin作为介词 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 它表达的意思就是 不做某事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再来学习 sin 后面加一个重句的用法 puedes decírselo a su mujer sin que e lo sepa puedes decírselo a su mujer sin que e lo sepa 你可以告诉 他的妻子 而不让他 知道 对吧 看到这句话 puedes 你可以 decirselo ok 看到这个地方 他把那个 间接语语和直接语语 全部都换成了 代词的形式 并且他 把它们整合在了一起 ok 这个地方呢 他用了这个se ok 实际上呢 这个se 在这个地方 deci sero 这个se呢 直接上就是指着它的间接并语 对吧 也就是a su mujer 它本来是应该写成le的 对吧 但是呢 由于 这个间接并语和直接并语都换成了代词的形式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le 换成se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se的八大用法当中有具体的详细的解释过 如果大家没有学会的话 可以反复的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好 看到这个地方 puedes decirse lo lo 指的就是那件事情 对吧 a su mujer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妻子 singe e lo sepa 这个e呢 它是男的他 所以呢 呃 是他的丈夫 singe e lo sepa singe e lo sepa 而不让他知道 我们看到这句话 首先呢 这个sepa 它是什么 saber 知道 这个动词的什么 第三人称 单数 虚拟式 就是你可以告诉他的妻子 然后呢 又不让他知道 关于这个虚拟式的用法呢 我之后会跟大家做视频 然后跟大家详细的去分析一下 在这里呢 我就不展开说了 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no lo are singe e lo pidan no lo are singe e lo pidan 看到这句话 are 它是什么 ase 它的将来是第一人称变位 所以呢 我是不会做的 对吧 是将来的 将来 我是不会做的 no lo are singe e lo pidan 看到这个的pidan 它又是一个虚拟式 OK 它是perir 要求 它的第三人称 附属虚拟式 这个地方 它想强调的就是说 如果他们 不要求我的话 我是不会做的 no lo are singe e lo pidan 他们不要求 我就不会做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singe 它的第三种用法 后面呢 可以直接加一个虫句 在这个虫句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使用 它的虚拟式 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呢 除了使用上面 我们学到的 后面加名词 后面直接加动词原型 或者呢 后面直接加一个虚拟式的 虫句之外呢 还有很多关于 sin这个介词的端语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非常常用 sin embargo OK sin embargo 然而 不要转转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e encanta esa chaqueta sin embargo cuesta seiscientos dólares y no me la puedo permitir me encanta esa chaqueta sin embargo cuesta seiscientos dólares y no me la puedo permitir 我喜欢那件价格 但是呢 它要花六百美金 我买不起 看来这句话 me encanta 我非常喜欢 对吧 esa chaqueta 这一件衬衫 那一件夹克衫 sin embargo 然而 cuesta OK 它是costa 花费 它的什么 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因为它的主语是这个chaqueta 对吧 是这件夹克衫 但是呢 这个夹克衫呢 cuesta seiscientos dólares 六百美金 no me la puedo permitir OK permitir是允许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买不起 这个地方 la指的就是什么 chaqueta 就是我无法允许自己 买这件chaqueta 那个夹克衫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关于 sin 它的第一个短语 OK sin embargo 标准者 然而的意思 再来看 它的第二个短语 sin duda sin duda duda是疑问的意思 所以呢 sin duda 是毫无疑问的意思 看到例句 ella是 sin duda una de las pintoras más originales de nuestro tiempo ella es sin duda una de las pintoras más originales de nuestro tiempo 她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原始的画家之一 OK 看到这句话 ella是 她是 对吧 我们加了一个 tsaru sin duda 毫无疑问 una de las pintoras OK pintora 它是画家的意思 una de las 它是一个 那些画家 什么样的画家呢 más originales 最具有创作能力的 最原始的 这个地方 origina 它是原始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翻译 最具有创作能力的 对吧 de nuestro tiempo 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 它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具有创意的 这个画家之一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关于 sin 它的第二个端语 sin duda 毫无疑问 再来看 它的第三个端语 sin parar sin parar 不停的 parar它是停止的意思 所以呢 sin parar 也就是不停的 has estado quejándote sin parar desde que llegaste has estado quejándote sin parar desde que llegaste 你到了之后呢 你就一直 不停的 在抱怨 这个地方 has estado quejándote ok 我们知道 我们之前学过 quejá这个动词呢 它表示 抱怨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使用 它的字符形式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你在抱怨 所以呢 我们又使用了 你的字符形式 而且它表现的是 一个过去 正在进行时代 所以呢 它是 estar haciendo algo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 使用的是 quejándote ok 你就是一直 不停的 在做这件事情 对吧 sin parar 不停的 在抱怨 desde que ok 从 什么呢 以来呢 从你到 这里以来 já gaste já gaste 它是já gá 到 这个动词的 什么 第二 认称过去时 自从你 来到这里之后呢 你就一直的 在不停的 抱怨 没有停止过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这次心 ok 它的第三个 端语 sin parar 不停的 接下来 我们再来学习 它的第四个 端语 sin farda sin farda farda 它是错误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不是无错的意思 而是必须的意思 就是 没有错误的 完成某件事情 也就是 必须完成某件事情 esta semana tengo que ir a la peluqueria sin farda esta semana tengo que ir a la peluqueria sin farda 这个 这一周呢 我必须去 理发店 我的头发长的 不行了 对吧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esta semana 这个星期 tengo que 我必须去 a la peluqueria 理发店 sin farda ok 必须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那个 心 杰瓷心 它的第四个端语 sin farda 它表达的是 必须做某事情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到 它的第五个端语 sin brisa brisa 是急迫的意思 ok 紧急的意思 sin brisa 也就是不急 诶 缓缓慢慢的 这样来做某 这件事情 lee texto sin brisa asecúrate de que entiendes todo lee texto sin brisa asecúrate de que entiendes todo 阅读 这个文字的时候 不要急 确保了解 所有的内容 确保了理解 所有的内容 le就是 它是什么 le 读你的变位 就是起始形式 你 el texto 这个文字 这段文字 你看这段文字的时候 sin brisa 不要急 asecúrate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asecúrate 它是 asecúrate 这样一个动词的 它的 即使形式 也就是 你确保 你自己 asecúrate de que entiendes 它是 entender 这个动词 它的第二人称 单书 变位 你确保呢 你理解 dodo 所有的内容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sin 这个介词 它的第五个端语 sin brisa 不急 再来看 它的第六个端语 sin palabras sin palabras 无语 palabras是词汇的意思 对吧 没有词汇 翻译过来 就是无语的意思 el final de la peli estam sorprendente que me quede sin palabras el final de la peli estam sorprendente que me quede sin palabras 电影的结尾呢 令人惊讶 我的无语了 el final 最后 de la peli peli呢 它是 pengula 电影 这个词 它的一个 口语化的一个词 我们直接可以 把电影 pengula 说成pengula 在口语当中 是这样说的 estam sorprendente 是如此的 令人惊讶 sorprendente 是令人惊讶的意思 以至于呢 me quede sin palabras 我处于什么状态呢 me quede sin palabras 我处于一种 无语的状态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 关于 这个借词 sin 它的第六个端语 sin palabras 它的意思就是 无语的意思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它的最后一个端语 后面讲 miedo miedo 它是恐惧的意思 sin miedo 无恐 就是 勇敢的做某事情 no es fácil vivir sin miedo en esta sociedad tan violenta 在这个暴力的社会当中呢 没有恐惧的生活 是很难的 看到这句话 no es fácil 不容易 对吧 就是很难 后面加动词 vivir 生活 sin miedo 无恐惧的生活 en esta sociedad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什么样的社会呢 后面加一个形容词来修饰 violenta OK 暴力的社会 no es fácil vivir sin miedo en esta sociedad tan violenta 好了 这是我们学习的关于 sin这个介词的 什么 第七个端语 sin miedo 没有恐惧的 勇敢的 这样一个含义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 sin这个介词 它的 后面加 名词 动词 以及加重句 它的使用方法 最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 它的什么 七个端语 希望大家能够 正确的掌握 这个七个端语的使用 它们非常重要 而且呢 非常实用 好了 我是西国良子 希望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